在目前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人科幻小说,那就是三体。 这本书中讲述了宇宙中的规则以及星际文明更替的定律,尤其是在三体三部曲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法则贯穿了这三部曲,那就是非常著名的宇宙黑暗分离法则。 讲述的是在宇宙中任何文明的发展都是建立在打败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在看似安静平稳的宇宙中,暗藏着大量黑暗中的斗争。 宇宙就是分离,内部的斗争无时无刻不再发生,而这就是著名的黑暗分离法则,也被很多科学家解释为是费米悖论的延伸。 费米悖论是在上个世纪由美国科学家费米提出的,当时在那个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中,他就有着自己对于宇宙中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在宇宙中有着那么多的星球,而地球只是其中的沧海移速。 按照这样的科研,必然在宇宙中有着很多的地外生命,但是这些生命在哪,根本就是一无所获。 而三体的黑暗分离法则就认为是文明之间发展,是通过不断斗争而实现,这些文明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在宇宙隐藏起来,防止被其他文明发现而出现被灭门的危险。 那么,在目前的宇宙在一望无垠的前提下,居然是一片死寂,真的就是这样的原因造成吗?宇宙中确实就是无边无际。 在科学家的研究下,浩瀚的宇宙中完全没有发现任何跟生命有关的迹象,这样确实在逻辑上有着很大出入,甚至之前科学家在宇宙中找了上百年的地外生命,丝毫没有进展。 这其中的奥秘一直到现在都还没破解,如果黑暗森林法则真的成立,那么宇宙中就隐藏着大量的地外生命,在黑暗中各自敲打着算盘,都是为了文明演变而做出精心策划的方案。